北京时间10月20日训,在刚结束的一场东部交点之战中,猛龙坐镇主场迎战凯尔特尔人。 这场比赛也被誉为是东部冠军的预言,莱奥纳德迎来了自己的主场首秀,在他的带领下猛龙与凯尔特尔人展开了拉锯战,在关键的第四节他们把握住了机会,最终他们在主场113比101到比分战胜了凯尔特尔人。 赐予莱奥纳德再次砍下那31加10加3的数据,良好的表现,让人们怀疑他上个赛季是否是罩伤。 莱奥纳德两场比赛合计砍下了55加22加5的数据,其中第一场砍下24分12篮板两个助攻,第二场比赛31分10个篮板三个助攻,上个赛季几乎赛季保销的莱奥纳德丝毫看不出任何受伤的迹象, 而且感觉他的运球以及投篮更稳了,防守端的表现依然恐怖,这样的表现也是打脸了马斯关利层与波波围棋,上个赛季波波围棋极力挽留。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加深,新赛季的猛龙在攻防两端都是极其可怕的, 洛瑞、莱昂纳德的外线防守是联盟顶级的,内线伊巴卡以及瓦兰修纳斯都是内线防守的尖兵,配上丹尼格林,还有剃部射手CJ奈尔斯,这样的猛龙或许是勇士冠军的最大对手。 面对凯尔特人队,他们让对手见识,到了他们攻防两端的实力,新赛季勇士冠军或许玄了,面则猙獰,文中图片仅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